我们来介绍何谓电子点式 在一般的化学反应中 原子中最外层的电子 我们称为价电子 它比较容易跟别的原子的价电子接触跟碰撞 所以会有得失电子的现象 而使原子变成带正电 或者带负电的离子 然后产生的价数 所以原子的化学性质是取决于价电子数 最外层的价电子有几个 我们就称为价电子数 举个例子 像氯 它的原子排列方式是287 位在第三周期 第七个元素 它的价格层是这一层 有七个电子 所以它的价电子数就是7 所以美国的科学家 路易斯 他生于1875年 然后1946年去世 它首先创造了在元素周围以打点的方式表示该元素的价电子数 所以这种表示法我们就称为路易斯的电子点4或者称为价电子点4或电子点4 我们来看怎么表示 1A组 老师举一个像氫 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点一个 价电子数 1 2A组 我们找皮 还有两个价电子 点两点 价电子数 52 再来3A组 我们用铝 铝有三个价电子 我们这样点 123 再来4A组像碳 有四个价电子 再来5A组像氮 5A组就五个价电子 12345 6A组羊 有六个价电子 12345 6A组 在7A组 福利秀点 有七个价电子 12345 6 7 在多性器底 像奶 有八个价电子 12345 6 7 8 在教学上 我们用电子点4来表示原子的结构 下列选项中 阿拉伯数字代表直指数 用正表示 这黑点代表核外电子 哪个代表离子 离子就是正负电没有相等 我们看这里 123456 789 789 这是电中性 B的话 里面两颗了 然后345678910 这也电中性 这我们看这个 12 然后外面也8颗 所以是10颗 再加1颗 11颗 -11加正11 电中性 那答案就是 诸了 这里两颗 然后345678910 -10 这里正12 所以是带两个正电 下列各组元素中 何者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化学性质要相似的话 它的价电子数要一样 就最外层的电子数要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4排列方式第一层两个 第二层两个 20的话 2 8 这样10的嘛 第三层再8个 18 再来2 所以这个价电子数都是2 所以A已经可以了 再我们看B 5 2 3 15的话是2 8 5 3跟5 价电子数不一样 再我们看这个7 1是2 5 17的话是2 8 7 5跟7 价电子数不一样 这个就是1 价电子就是1 这是轻啦 那17 2 8 7 不一样 再来2 4之2 10的话是2 还有8 可这个要特别小心 价电子数不一样哦 但是发现都全满 全部填满了 这个是氦 这个是奶 这个是同组的 都是惰性气体 所以化学性质也相似 答案是A跟E 再好 就看完 ation 再来 像的 传的 第二 是 不对 至于